有民众在网路上抱怨说 日前到了台南乌山头清水公园 看到有家长叫小孩子乱丢水枪 砸到了其他小朋友 造成对方头部受伤 血流不止 而闯祸的家长却是趁机落跑 现在民众把这个画面po上网 希望可以找到这个家长 对此相关单位表示说 尽管跟园区的涉事无关 但仍然会介入厘清 清水公园内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细水消暑 但万万没想到涉水枪打水仗 竟传出意外 用民众的脸书社团抱怨 他日前来到清水公园 却发现有家长叫孩子 把水枪丢进水池 而水枪不偏不倚 砸到自己朋友的小孩后 闯祸家长却逃离现场 只见被水枪砸中的小朋友 头部受伤 血流不止 事报在13号下午2点多 台南乌山头清水公园 当时有家长疑似叫自己小孩 乱丢水枪 眼看杂到其他小朋友 造成头部受伤 酿货家长却趁夕落跑 现在民众也po网找凶手 在旁边要看着他们玩 应该还好 因为都有大人陪同 尽管其他家长表示不担心 但强调还是要大人 在旁陪同比较安心 而消息一出 相关单位介入厘清 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 这跟我们的设施确实是没有什么关系 在此也做一个呼吁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安全 相关单位也呼吁 民众有需要协助 现场人员会第一时间处理 就要避免类似情形再度上演 记得台南众报导